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周过窗户看到有个人直愣愣盯着他的房子 他吓得当即合上了窗帘 回个头去发现半身瘫痪的父亲趴在房门口 伸长胳膊要抱抱 汤姆赶紧将父亲背下楼 抱到了床上播放一首催眠曲帮助父亲入眠 之后他回到二楼继续工作 转天汤姆走下楼 发现父亲目光呆滞 他怕父亲出事 将前女友小安医生叫了过来 小安检查后 说老人出来眼睛有点奇怪 一切都挺正常 汤姆与好友阿宁视频 把摄像头转向父亲的眼睛 又转向iPad 阿宁犹豫在身后说道 我感觉你爸的眼睛好心正在下载某种东西 汤姆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一直陪在床边陪着父亲 却突然感到一阵凄凉 害怕自己老了也会像父亲那样 好歹父亲还有自己来照顾 可自己老了也有谁来照顾呢 说文他让父亲逃下 准备离开时 发现父亲像瑜伽冥想般坐了起来 这速度对于半身贪货的老人来说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汤姆告诉父亲 我要去工作了 能从摄像头看见你 有事你就招手叫我 父亲却一点回应都没有 回到二楼 汤姆刚要工作 狗又开始狂吠起来 他透过窗帘往外瞧 这一个传人俩竟然有俩人都在盯着他的房子看 顿时感到一阵不安 他回到工作台查看监控 只见父亲的脑袋像波浪果一样不停乱转 吓得立即下了楼 但感觉父亲又没啥事 身心俱疲的汤姆 脱一人坐在地上 与父亲续到起了往事 原来父亲的汤姆小时就开始玩音乐了 是他教汤姆弹集的编曲 可以说是汤姆音乐生涯的领路人 那时的小汤姆感觉幸福极了 但后来父亲开始续酒 伤害母亲 再后来竟抛弃了汤姆和母亲 是母亲一个人把汤姆抚养整大 多年后汤姆再见到父亲时 父亲已经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汤姆为照顾父亲付出了很多 也失去了很多 想到这里汤姆哭着问父亲是选择好起来 还是嘎巴死了一了百了 其实与哥哥挺同情汤姆的 汤姆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 忙向父亲道歉 汤姆一抬头 竟发现父亲恐怖的大张的嘴巴望着自己 而后倒在床上抽搐 最后没了动静 汤姆紧张的探着父亲的鼻息 还好呼吸平稳 他想给前女友小安打电话 又怕麻烦对方 索性奔来椅子守在了父亲床边 次日汤姆醒来 发现父亲不在床上 他找遍了一楼每个角落 始终没有父亲的影子 突然想起查看监控 画面中 父亲见到他睡后 粒粒的从床上坐起 然后下了地 他居然能走了 之后父亲不履轻易的走上了二楼的工作室 汤姆试着打开工作室门 发现父亲果然在这里 看到他 父亲摘起耳机将向他打起了招呼 你好啊 汤姆 这是你自己小的哥吗 爸爸很喜欢 汤姆懵了 爸 你是怎么自己上来的 儿子 奇迹真的有 看我现在跳舞都行 汤姆大喜过吗 问父亲是否还记得自己 记得呀 我还记得这把旗套 说着父亲拿起旗套弹唱了一曲 汤姆开心的与父亲合唱起来 他觉得眼前的一切简直像做梦一样 但他还是有些担心 父亲让他别担心 赶紧去找好友参加音乐节演出 汤姆不明白 父亲为何会知道此事 爸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 就好像有人来作用爸的躯体一样 汤姆问父亲 这话是啥意思 父亲却不再度打精神亢奋的只顾弹唱 汤姆吓他退出工作室 转头突然看到了小恩 吓了一跳 小恩说是汤姆发信息邀请他过来的 看着手机上自己发出的消息 汤姆却一丁点印象也没有 在小恩为父亲凉血压时 好友阿宁发来的消息 哥 你已经直播十分钟了 你自己知道吗 但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 汤姆还然发现 视频的拍摄角度来自父亲那边 莫非父亲的眼角是摄像头 汤姆吓得站起来 偷偷发消息告诉阿宁 我爸醒了不仅能走能跳舞还能一起玩音乐 但他说话怪怪的 说有人来租他的躯体 我根本听不懂 阿宁却说 哥 这话不就是你之前发的帖子吗 很快阿宁发了汤姆发过的四个相关帖子 最后一条是 有空躯体出租 不贵 可以讲价 看吧 汤姆感到不寒而栗 之后 屏幕出现了一个吓得的图标 而且还有三个已毒提示 可这明明是 汤姆与阿宁两个人的聊天室 又不是群聊 阿宁发消息说 自己的手机错乱了 一行乱码过后 阿宁退出了聊天室 随后 屏幕上出现了 阿宁口鼻流血死亡的照片 汤姆吓得冷汗直流 转过头正好对上了父亲的脸 父亲让汤姆跟自己聊聊 汤姆却借口跑上了二楼 他拉开窗帘 又一张男人脸贴了上来 接着男人举起了一个纸牌 若想知道什么东西在你爸身体里 晚七点来后院见面 汤姆偷偷摸摸走下楼 一出门三个男人举着纸牌 让他关掉手机 找个能方便说话的地方 汤姆带他们坐进自己汽车 格子山说道 我们是检测小组的 专门检测网络上的奇怪电波 发现这两天你家信号异常奇怪 原来程序员创造了两个机器人 爱丽丝和鲍博 而后设定让两个机器人 以我就搞垮全人类围棋进行交流 一段时间后 其中一个机器人自创了一种语言 特使员不知道他们在交流什么 以为及时关闭了他们的交流 实际上却没有 汤姆不耐烦的说 这跟我爸有毛关系 其中一个机器人附身到了你爸身上 因为你曾经在脸书上说 想出租你爸的空躯体 虽然你可能只是自我调侃 但确实是你邀请他们来的 我又先知道现在你爸躯体里的 是爱丽丝还是鲍博 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话未说完 出门被小安拉开了 他责怪汤姆把自己和父亲晒在一边 偷偷跑来跟朋友们扣药 汤姆忙急说自己也真有事 他可以先回去陪父亲 让小安留下来听听关于父亲的事 谁知汤姆前脚刚走 三名测试员就发现 小安身上有异常信号 接着三人被机器人负责的小安残忍杀害 汤姆进门后 小舍从父亲叫道 抱抱 父亲回过头 眼睛变得老大 喊着让汤姆快逃 汤姆懵了 这时小安回来了 用叠家的男生问道 不是说只是空取壳吗 为什么还有感情 这时父亲口中传出了汤姆那天 抱怨父亲拖累人的录音 小安得意的说 我就说人类和互相残杀 即使对自己所爱之人依然自私 汤姆大喊着 让机器人把父亲还给自己 小安却趁机在他背上划了一刀 将汤姆逼得了厨房 汤姆抄起锅打向小安 机器人父亲却用匕首刺向了汤姆的腿 汤姆紧紧抓住父亲的手臂哀求 爸不要啊 此情此情唤起了父亲与汤姆一起 心闹的回忆 父亲的意识 拼命按住自己持得的手臂 让汤姆快逃 而后口吐鲜血仰面躺在了地上 此时小安的眼睛也变大了 他拿着匕首朝汤姆冲了过来 汤姆急忙逃到工作室 发现电脑也被机器人控制了 他迅速打开窗户 从二楼跳了下去 准备开车逃跑 父亲却爬到了门前 向他求救 汤姆见状 跑回来将父亲抱上车 躲开小安的袭击 驾车绝尘而去 第二天清晨 父亲醒来 虽会说话 却再次忘了汤姆是谁 望着父亲 汤姆心中感慨万千 社交网络这部态剧 到此已全部更新完毕 剧中繁转很多 不知大家看的还过瘾吗 有了网络之后 我们总会将生活中的一些琐事 上传到社交网络 经过发酵 社交网络渐渐成了我们情感的坟墓 每个人都不自觉的将自己倾注进去 却没意识到 这个坟墓 其实也让我们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一段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部字 点击关注 我的工作号里有更多精彩的悠悠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